如果说有什么物种是男性和女性都恨之入骨的,可能就是渣男呢 但为什么偏偏不缺对象的又是渣男呢? 所以今天我们就带你看看,为什么渣男更讨人喜欢呢? 第一,渣男更擅长学习,他们在感情上都很用功 会花时间,花力气去研究怎么去接近一个女孩子,又怎么攻陷一个女孩子 他们会积极地去和女生接触,熟悉女生的处事方式和行为习惯 他们会主动了解女生的话题,如果有必要还会去迎合 他们探究女生喜好的能力,深入了解女性群体的意愿 充分学习两性关系的热忱,才是他们受欢迎的关键 第二,渣男的目的性更强,渣男追女生的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追到手 追到手之后怎么办呢?他们根本不考虑 所以渣男吸引女生的另一个地方就是热情果断 第三,渣男更擅长退让 感情中发生矛盾的时候,渣男会第一时间选择讨好 他们才不会跟你计较什么输赢啊,风格高下啊,先退一步再说 但他们的退让都是很巧妙的退让 不会妨碍他们的根本利益 却有可能在未来实现逆袭 表面上他们主动放弃了他的地位 但等感情牢固了,你开始恋爱脑了 离不开他了,他才会慢慢的把地位啊拿回来 那么问题来了,在直男和渣男中选择,你会选择谁呢?